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妈妈在生完孩子的一个小时以内 她会分泌一种荷尔蒙 她把它称为叫爱的荷尔蒙 然后同时呢 其实婴儿她也是 从离开母体的一个小时以内 她身体也有一种荷尔蒙 也是这种爱的荷尔蒙 她需要一个小时才能被身体代谢掉 所以说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妈妈和婴儿之间 如果他们能够皮肤对皮肤 对 然后如果妈妈能够把孩子 把婴儿紧紧地搂在怀里 那么他们俩的这种激素 和他们俩这种荷尔蒙 是能够得到一种平衡 而且能够非常好的 把妈妈和宝宝的这种 依恋的关系能建立得非常好 是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头一个小时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鼓励妈妈们 虽然可能刚生完很累 可是呢 这是最自然的一个母肉眼的开始 就是在头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 我想这个孩子比较精神 可能也跟这个荷尔蒙有关系 因为她体内这个爱的荷尔蒙 还没有被代谢掉 她需要有精神去找到她的妈妈 对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是 如果孩子出现一点点的意外 比如说是这个吸入阳水 需要跟母婴分离的时候 妈妈总是会非常紧张的 很多的时候关注点是在孩子身上 可能会忘记了去让孩子不在身边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保存她的那个乳汁 这些动作 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还是很有必要的 家人也可以帮助妈妈 就是如果看起来 他们要分开更长时间 不只是头一个小时 也许是早产儿 或者有其他的情况 孩子要住院 也许会有几天或者更长 那就尽快能拿到一个那种双 双头的那种集奶器 电动的集奶器 很多医院其实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以去找一个 而且最好找一个国际的一个 比较专业的品牌 然后呢 就是每一天就开始 集奶 用手集奶也可以 用电动集奶器 很多妈妈也觉得很方便 然后呢 一天集至少8到12次 这是因为孩子 其实吃奶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因为后面产奶的规律就是 你抽多少 或者有多频繁的刺激 那妈妈的奶就会产多少 那也就是说在刚刚出生之后 如果是说孩子在身边 那么就是让孩子 把孩子放在妈妈的身上 孩子也是逛着 然后妈妈的上半生 也是尽量保持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阻挡 那但是很多中国的 传统的这种意识 意识里面是说 孩子一生下来 是需要保温的 所以不敢把它脱光 经常是一生下来 要裹成一个小粽子一样 比如妈妈的这个胸 就是它的保温箱 妈妈的这个胸部 就是很奇妙 有这种可以让宝宝 保持稳定的温度和血糖 的一个作用 就是很奇妙 它在妈妈的身体上 它的血糖 它的氧气 它的心跳 它的大脑的波浪 都是很正常的状态 不像它跟妈妈分开了 你刚才说的这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 一个核心的一点 就是孩子一出生 这一个小时 一天或者三天 甚至一周或者一个月 这个时间 有一个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不要 要人为的去阻碍 妈妈和宝宝之间 包括衣服 包括各种人 哪怕是月嫂呀 或者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其他家里 爸爸呀 或者什么样 那一定是让妈妈 和宝宝在一起 对对对 其实呢 这我想到就是圣经里 有这个亚当和夏娃 就是上帝 创造人类的这个故事 其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没有给他们衣服穿 也没有创造医院啊 什么的 也没有保温箱 就是妈妈 妈妈的身体 对妈妈的身体 所以孩子出来了 就是在妈妈的身体上待着 所以我们需要对 尤其是我们所有的女人 需要对自己的身体 有更多的自信 就是不仅是孩子 在你的肚子里的时候 你的身体能给他保护 然后把他刚出生 尤其是这一周 这一个月 甚至在他很小的时候 半年之内 半岁之内 然后你的身体 都能够去保护他 都能够去养育他 是的 也不要怀疑自己 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 他造完男女 他说这是好的 所以就是我们身体 预备的 我们一切的宝宝需要的 我们不用怀疑 我们的奶的质量啊 或者量啊 或者这个那个 其实呢 我们就是 暗虚哺乳我们的宝宝 这一切都来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我们今天 我和Ivy的讨论 能够对妈妈们 有实际的帮助 我和Ivy的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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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